张大彪和刑治国同为副军级,为何军衔却要低于他,其实另有隐形。 亮剑张大彪和刑治国同为副军级,为何军衔却要低于他,其实另有隐形。 在亮剑中,李云龙的手底下可谓高手如云,但是真正算得上是他的心腹大将和左膀右臂的, 只有两个人,一个是易营营长张大彪,另一个是副团长刑治国。 不过,从李云龙对这两人的态度来看,似乎李云龙更加弃从张大彪一些。 刑治国虽然身为副团长,但是却经常被李云龙骂得狗血淋头。 比如平安之战,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,刑治国就像是个受气的小媳妇。 可能是因为李云龙过于气重张大彪的原因,很快张大彪就被提拔为独立团参谋长,从阵营正式跨入了副团。 在级别上,算是和刑治国平起平坐了。 随着抗战结束,内战爆发,独立团扩边为师,李云龙从团长的位置上,直接提拔为师长。 而刑治国和张大彪,也依次被提拔为副师长和师参谋长。 在淮海战役期间,李云龙的二师被划到了华野的战斗序列。 二师在李云龙、刑治国和张大彪的指挥下,犹如无人之境,先后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。 比如率先攻入姚安镇,致使六十三军中将军长陈章引弹自杀。 在攻击楚云飞的第八十九师时,楼草打兔子,一举歼灭了常乃超的战七师等等。 二师的战绩,十分耀眼,连司令员都赞不绝口。 因此,李云龙的二师也被当成头等师使用。 这其中张大彪和刑治国自然也是功不可没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李云龙长期打胜仗的原因,导致他多少有些飘飘然。 随着淮海战役进入关键阶段,李云龙竟然经常脱离大部队,擅自带着突击队深入敌后作战。 终于有一次,他在敌后与楚云飞的势部侠戮相逢。 最终在击战过程中,李云龙被楚云飞的炮兵打成重伤,随着李云龙住院治疗。 二师的指挥权就交到了刑治国和张大彪的手上,他俩带着部队南下,一直打到了福建长的门。 可惜在第一次金门战役时,刑治国和张大彪不幸被困估到,最终双双战死。 如果刑治国和张大彪没有牺牲,在李云龙升任军长之后,他俩也一定会被提拔为副军长和军参谋长,都是副军级干部。 不过,在五十五年授贤时,张大彪的军衔应该要低于刑治国,刑治国很可能会被授予少将军衔,而张大彪应该只能被授予大校军衔。 那么问题来了,张大彪和刑治国同为副军级,为何军衔却要低于他呢? 其实另有隐情。 第一,职务问题,刑治国是空降到独立团担任副团长的,这就证明,刑治国很受上级领导的赏识和信任,不然绝不会将他派到李云龙这个愣种身边当副手。 而刑治国在担任副团长期间,张大彪还只是一个营长,他是在平安之战前后,才被提拔成团参谋长的,所以论资排北。 刑治国要排在张大彪的前面,另外,相比一下,刑治国更加受到上级的重视。 第二,资历问题,从亮剑中的很多场景中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其刑治国应该是一个老革命,他很可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,其资历估计与李云龙看不了多少。 但是张大彪就不同了,他是半路出家,在抗战全面爆发前,张大彪还是西北军第29军大刀队的一名排长,他参加八路军的时间,应该是在1937年底或者1938年初。 和刑治国的资历相比,张大彪明显要差善一截。 第三,还是职务问题,刑治国是副军长,而张大彪是军参谋长,虽然都是副军级,但是在军部领导的排名中, 刑治国绝对要排在张大彪的前面,因为刑治国是军部主官的副手,而张大彪则是军部下属参谋部的主官,行政级别还是有区别的。 理论上讲,如果李云龙不在,张大彪就要向刑治国汇报工作,综上所述,正是因为上述三个原因,所以张大彪和刑治国虽然同为副军级,但是军衔却要低于他。